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们即将在明年的2月左右 举行自己的婚礼 那天音也是祝福太阳和敏孝林 未来可以有非常幸福的家庭 大家也要给予祝福哦 那接下来天音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件事 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那就是山音的组合成员金钟炫 在12月18日下午刺杀身亡 据说是因为受到长期抑郁症的困扰 最后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那SM公司的各种同僚以及工作人员们 也是第一时间前去吊唁 那在12月21日呢也是正式入葬 那希望所有关心金钟炫的朋友们 还有粉丝们都可以送他的最后一程 好了那今天天音的《带你看韩语》呢 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那1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完 这最后的一个礼拜 那也希望2018年呢 大家都可以有新年新气象 这里是TEN ASIA TV 我是天音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